消防猛男配上窍户式 超热闹单身派对 就在台中市的知名婚宴会馆 高级装潢配上优美灯光 网站上不只强调婚宴场合气氛好 接近六月婚宴旺季 就在这个定位几乎爆满的时候 三家台中知名婚宴馆却被开罚 用了过期食品 店家赶紧出面开放厨房空间 强调五月份被击查出环境不佳 还有过期食品已经连忙改善 还拿出公告强调周一已经进行消毒 根据卫生局资料 台中中小婚宴会馆用来制作冷盘 和热菜的海苔片以及斋汤 还有女人红婚宴会馆用来烹调 香辣菜肴的鲜辣汁 以及大庄园婚宴会馆的果汁 还有玫瑰香蜜都被验出过期 业者只是开放厨房空间 却没说清楚过期食品 到底有多少人吃下肚 台中多家知名婚宴馆 是许多人办婚宴的地方 充满许多回忆 却在这场卫生机查中遭点名 食材过期环境不佳 让许多消费者听了很惊讶 记者韩晨星黄总盈谈中报道